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他观察今天的盘式其实还是在轮动 所以今天最重要的是教大家下个礼拜如何抓到轮动的节奏 目前还算健康哦 好 第二位是好久不见的外汇专家李奇展大佛 好 大佛今天来要独家把我们解读咯 CPI降温里面的细项到底是如何 还有他要抓出就是大家心中的那个疑问了 降温上个月是那么好的事情 这个月怎么变成这么恐怖的事情 到底下个礼拜会不会续跌 还是只是一天的市场情绪呢 昨天晚上债券是大涨的股市是大跌的 这样的悄悄板我们该如何看待 会不会倒来一波真正的美股修正呢 那想要买债的朋友现在又想问大佛了 还有没有机会再买到便宜的债券 等一下来听听看大佛怎么说 好 第三位是我们的外资补兽 也是九窝王子布鲁 还记得布鲁第一次来上节目 是台积电第一次今年的法说会 他提到外资在法说会后 完全没有调高台积电的目标价 但现在呢所有的外资没有一千块 没有一千三没有一千四报告 不要拿出来哦 布鲁会来帮您解读 为什么外资现在这样看 外资报告有没有道理 还有散户的温度风度表 现在体感温度高的是什么 IC宅伴也 还有其他的中小型股 等一下布鲁帮您捞出来哦 好 首先有请骨客大夫 上个礼拜五很欢乐啊 你还变魔术啊 对 那过了一个礼拜呢 要稍微提高一下这个警觉 这个礼拜怎么风云变色 就像CPI一样 很多人说昨天看到好消息 就CPI降温了嘛 通膨降温了 反而叫利多出镜 你觉得有没有道理 再来今天很多的全职股 都跌破五日线 要不要担心 对好 CPI上个月稍微降下来一些些 这个月呢降更多一些些 结果就跟股市投资人一样 涨也怕跌也怕 是 CPI这次明明是往下降了 那就是在整个降息的预期呢 现在九月份已经来到九成以上了 那除了就是在包卫了这两天国会听证了 他讲说通膨不一定要降到两% 他才要降息 摆明了就是说九月应该就是会降息 所以可是当时大家听到是开心的呀 对啊 对啊 为什么昨天晚上不开心 那我们看一下整个股市的结构啊 昨天到底跌什么 昨天 灰达跌了5.5% 特斯拉跌了8% 高盛唱衰这个AI 他说这个到底资本拿不拿的回来了不知道 是 然后呢 这个只有苹果稍微好一些 苹果出货呢 在下半年希望可以达到九千万支到一亿支的水准 那特斯拉也因为他的计程车呢 要延到十月才发表 对 特斯拉昨天也重挫 不过特斯拉每一次他发表 不见得是真的可以营运 这个可能只是推出一个新的一个架构 让大家可以先看一下 那可是呢 昨天科技股大型股重衰的 状况下呢 小型股啊 罗素两千 反而他昨天是大涨了三趴 但他今年以来也不过涨五点六趴 相较于费半啊 纳斯达克今年已经涨两成三成起来 这还是严重落后 所以我认为呢 这个到底股市会不会直接A转下来 或者转空呢 要看是不是经济衰退 现在到底是软着陆还是硬着陆 非常的重要 如果只是软着陆就像包围也说的 是预防性降息 那包括现在民主党的选情告急 马上要上映幻灯片 不知道会不会上 真的看不太下去 对 就是拜登现在公开的演说真的有点怪怪的 那包括民主党的一些金主 包括好莱坞的巨星也呼吁 看可不可以换个人起来 所以如果真的经济衰退的话 民主党就不用选了 我认为起码在选战没有多久的时间 应该会撑住了 不太会经济衰退 好那我们看到大型股回档 小型股 接棒上的状况下呢 应该是形成一个资金板块的挪移 所以我认为这边还不是一个转空的状况 所以大家看到 今天台股的部分一样 结构上是一样的 结构上是一样的意思是 跟挪托2000涨和美股大型全资股跌是一样的 对今天台股的部分也是大型股跌 可是中小型股没怎么跌 所以大家手上体感跌幅不会这么大 如果是追在大型股比较偏高档的位置 可能就会面临这样短线修正的压力 那我们看到外资间期货进空单 已经超过四万口 这非常夸张 这也是一个历史高的位阶了 对 那通常如果外资要真的偏空台股的话 它会有一些动作 第一个就是空单它会先进去 因为外资市场现货是比较多的 那它如果一下子就倒现货的话 等于是搬石头砸自己的脚 所以我们后续要持续关注一下 外资的现货有没有再持续的大卖 那今天现货卖四百亿 那稍微有点多 但是我觉得应该主要还是在做一个避险 所以后续持续注意 现货有没有再做一个持续的卖出动作 那包括小台今天的这个空单 掉下来也是跑掉了 是 跑掉下个礼拜 最好小台不要进来做多了 通常它是比较偏繁指标 所以一下来如果是接刀的话 这个也会比较 不是那么的好看 但是我认为呢 下个礼拜指数应该还有低点 还有低点 我认为可能还有低点 那两万三千五百点到两万三千六百点这边 应该会是蛮强力的一个支撑 两万三千五到两万三千六什么位置呢 就是上一次前波的高点在这里 上次前波高点的拉回了九百点 那后来整理之后呢 直接一个跳高的缺口往上 那这一天的收盘价是在二三五二二 然后呢 在前三天这个时间点呢 也有一次盘中下山五百点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印象 那那一天低点是达到二三六零七 所以同样这样一个甩轿的过程当中呢 大家就注意一下 这个位阶支撑呢 我觉得应该会蛮有 蛮是第一个强力的支撑 那前一波下跌九百点 那上一次呢 这一次拉回是拉回七百六十点 所以从高点二四四一六 拉回九百点差不多就是两万三千五百点的位阶 那我们看到如果真的是A转的警讯的话呢 就是如果这个位阶被带量跌破 大概六千四到六千八百亿左右的量 跌破这个位置的话 那我觉得就真的才要小心 那包括贵买的部分 上次急刹到接近月线左右收缴 那更前一次在六月底的时候呢 也是急刹 五月底的时候也是急刹到月线左右收缴 那今天的话呢 稍微有一个下跌状况 但是跌幅没有加权来得那么重 所以我们后续持续观察 OTC我觉得这个反而才是重要 加权其实现在因为主要就是跟台积电 红海相关性比较高 台积电今天其实就占指数跌一点 快要四百点 八成是他的 对台积电扣掉的话呢 涨跌都看台积电的脸色 那OTC我觉得反而才是重中之重 如果OTC没有中错状况下呢 我觉得这个盘不用太过于担心 好至少以今天整个结构来看 还没有到奇怪的状况 不过我们还是看一下台积电 和他的兄弟们 设备股好不好 对我们看台积电跟他的伙伴们 好台积电其实上一次呢 这个跳高缺口大概是一千块左右 直接是一个在 我觉得那天夜盘就大涨 上个礼拜 上个礼拜三的时间点 夜盘就大涨 那直接在隔天就跳高过了一千 那所以呢在前波的高档是大概九百七左右 所以这一次如果拉回呢 再有到一千块左右的以下的话呢 我觉得可以反而是慢慢去低接一个机会 因为上一次外资开始在大买的时间点 在这两天 就是跳高前一天跟跳高这一天 那后面外资都不买了 后面几乎就占卖方 对 所以我们看台积电的观察重点就是呢 外资什么时候开始回心转移 你开始在买台积电 那我们看到其实过去每一次大量都会形成一个比较明显的转折 不管这个地方 以及在前一波八百多块 这个地方都是形成一个非常大的量的 所以台积电 如果再一次出现一个比较大的量的话呢 同样注意有转折的发生 外资如果在台积起步那么多的空单 又卖台积电 不是就好像感觉上有一点点意图跑出来了 对 那我觉得就是要看外资的动作 什么时候这个卖超会停下来 因为这更新现在这个时间点 今天的卖超还没出来 今天应该又是大卖 是 今天是大卖 我们等一下问一下布鲁 对 外资在想什么 好 那以台积电的本益比现在来看的话呢 上一次来到688元 他本益比是30倍 那可是上一次来到688之后 起码都还撑了大概半年左右的时间 那这个时候因为升息才掉下来 所以呢 大家也不要期望台积电会直接A转下来 不太会除非真的有什么黑天鹅 或是不可预期的这种外力 那否则他仍然是全球的这个先进制成的一哥 所以如果到高档开始出现震荡 震个三个月半年都过不了高 我觉得这个才要小心 所以台积电部分我觉得反而拉回 我觉得可以慢慢去做一个分批的进场 之前觉得都不拉回 一拉回又开始有点紧张 涨也怕跌也怕 所以可能长期持有或是分批布局 真的就是爆降大型龙头股 一个最好的方法了 也找不出其他更好的方法了 是确实它是全球的竞争优势 没有话说 好但是设备股就很多中小型了 对那设备股的部分 那首先我们看一下 在盟利部分 它首先第一个位阶是比较低 那它在三天前的这个时间点 也曾经拉回修正过一次 来到80块左右 那它的大户持股是续增的 我们这个才只能看到上周 那这一周的话 大家在周五之后可以再注意一下 如果它的大户是持续在增加的 甚至比前面都还来的高的 是创下近期的高档 表示说大户直接从40%以下 增加了大概5%以上的持股 大户通常不会买好玩的 通常是有一些特定的意图 那高档也出现拉回量缩的一个状况 所以以这样子一个供应链来说 我觉得反而再有测试低档 是可以去值得留意的 那如果股价位阶是在均华的前面这个位阶 是很高 869 没有修正下来之前 像现在很多供应链还在这个位阶 还没修正下来 还在相对于历史新高的位置 对 那这个就是大家会去想说 到底台积间法说会不会调升 它的资本支出 但是股价已经先反映在前面的话 那万一要是没调 或者是调的没有预期那么多 那可能就会有这样子失望的一些状况 所以如果建议大家手上的台积间供应链 如果是在相对高档还没有修正过的话 那可能法说会之前稍微减码一下下 那像均华的话呢 就是已经修正下来 它一下子就回到月线了 对 八百块 八百块一下就两百块不见了 对 那如果位阶高的话 股价又高 建议有修正过后再去做一个低阶会比较好 那包括它大户筹码也没有过前高的位置 所以它的这个大量的部分出现在高档 出现拉回 所以这个要小心一下 就是等于有获利 因为真的涨那么大一段 应该多多少少有赚钱 对不对 有赚钱获利入贷为安 一部分也好 对部分减码一半 或者是部分停利 好 好 那么看到其实今天资金也转进一些中小薪股 好 而且就落后补涨的很明显 其实昨天就开始了 对 这两天像ABF载板 像这个消费性电子 被动元件这两天也强势 所以就是利率降低的话呢 你如果买这个公司做的产品 它越便宜的话 有机会就卖得越好 好 那有达部分 今天也是低档一根 一根往上 盘中快来到20块以上的位阶了 那包括像是奥运题材马上来了 奥运剩两周就要举行了 那因为现在电子股的这个资金 有一些散出来了 对 从全脂股过去台股的F4 F5 吸走非常多的这个资金 那现在开始往其他的中小型电子去散的话 反而我可以注意一下这奥运的题材 像是巨洋 美丽达 这个都是在整个 接下来或许下半年都会不错的 那另外像太阳能股的部分 这两天因为在核电厂的部分 那核山厂开始要这样子一个停机了 所以在除能绿电的部分 暂时警报解除松一口气 以及在雅力 最近都是开始有一些这样股价比较强势 这些相关的题材都还是在 对不对 不管奥运绿能 即使前一阵子有休息 但是现在如果F5 相对于资金散出来 他们就有机会轮涨 对 那这个F5的资金开始跑到这些小兵身上 我好像很少听你讲到纺织股 对 那可是他在今天算是正式再次转强 前面大概整理了半年的不动 高点高高低低的 对 都整理这个地方 那就在六月底的时间正式突破 那我们看到大户也在默默吃货 那今天再一次转强 收盘价已经是创进行新高了 开高低收收盘价这个最要去注意 那包括投信也在六月起 开始在做一个扫货 所以巨洋的部分 我觉得后续可以留意观察 下半年他的这个营收 也是有机会首度单季突破百亿 那加上也有奥运题材加持 那甚至在整个驾动率部分都是非常满的 另外看奥运在美利达部分 美利达这个长虹突破了半年左右的这个区间 那紧接着七月进入传统的旺季 那近期外资也是买的多卖的少 而投信前阵子卖超很多 把它卖下来 可是最近又开始转买了 那自行车的部分也是 这个相对产业比较低级期 总算要迎来这个春宴 迎来产业的复苏 所以大家可以注意一下 在美利达巨大的这个部分 那另外就是在河山厂要除异 其实太阳能你也很早就讲了 但是他的长势很少会延续 这一波已经算是不错了 对 他比较不太连贯 就是因为他的筹码太乱 太阳能都有这个通病 就是大户筹码不够集中 所以你看他这个外资 也是隔日冲很多 互买互卖 所以可能在切入的这个买进点 等到盘中有低点 或者是稍微量缩的时间点 像最近这种量缩时间点 再去做介入 好 所以下半年也许要找 这种低位接补涨的 会比较安全一点 好 非常谢谢股科大夫Eason 广告回来 大佛李奇展要来咯 他要告诉大家 独家拆解CPI 昨天晚上到底透露出 什么样的讯息 因为CPI里面有很多的细项 拆解出来才会知道 为什么股票会跌 难道景气真的有衰退的疑虑吗 请教大佛了 这就是股市好玩的地方 对 没错 投资市场真的很奇怪 CPI上个月出来 也是低于市场预期 好开心 好开心 这个月大家却吓到 昨天晚上是股杀 但是债势急涨 我们要怎么样推演 接下来债势跟股市的变化 好 那我们要先从结构 来给大家分享一下 那我们来看一下 那呢 这边有个重点 其实是鲍尔为什么他说 不用等到通膨到2% 才要降息 为什么 因为经济要衰退了 不是 那听到之前涨 太早下这个结论是不是 那我们等一下讲了 好 那其实这个是很重要的 他表态 就是降息真的快到了 OK 那我们知道这件事情 就要讲 那有什么征兆出来了吗 好 那昨天公布CPI之后 我们可以发现到 之前强的市场开始修正 像是费半 拉达克 那之前弱的市场开始反攻 刚刚有说小型股 小型股原本不算弱 算是整理而已 但是道琼也是 道琼大家都一直创新高 道琼一直横盘争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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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争 可是呢 他昨天算是小红 对 那这个就代表什么 资金开始小 什么 价值投资 资金要价值投资 要价值投资 那你说道琼指数里面有很烂的股市吗 股票吗 其实不会有 有表现没有那么好的 所以大家觉得你涨多了 那我们修正一下 资金开始轮转 那所以像是之前 这大概是这两个星期一路狂喷的特斯拉 也有一些不小的消息出来 那会大概修正 然后股市修正 当然什么 再次就往上涨了 所以你看时间机关在殖利率 现在大概四点二 昨天有到四点一七左右 其实是在以债的价格来说 是有创近期的高点 那所以大家觉得 那是不是市场在进一步的资金调整 那我认为是 不过先跟大家讲结论 你认为是 对 那也不用太担心 因为这是一个趋势刚开始发动而已 所以它有可能只是一个转折的起始 但是你要知道 这个转折是一下下而已 还是新的趋势要发动 是不是只是来回震荡 还是真的要发动 好 那我们先看 这边有分成CPI的月增率跟年增率 那我们平常会看到的是年增率 那年增率有分核心CPI 就扣掉了能源 扣掉了食品 这红色的 掉到三点三 其实从去年同期的四点八掉到三点三 表示通膜压力大幅下降 这是合理的 第二点是CPI CPI掉到三% 掉到三%需不需要庆祝呢 其实我觉得一半一半 为什么 因为去年同期也不就是三% 之后来又拉高了 所以目前看起来 如果你从年增率来看 你觉得没有太大问题 略地预期而已 但是你从月增率 就会看到一点怪怪的 好 为什么呢 你看从去年的十月的低点 月增率开始往上慢慢走 那你想象成 你想象成什么 这个营收 如果这是一家公司营收 月营收 对 月营收 一直在增加 很棒 很棒 对 那可是月营收开始往下掉 尤其是昨天公布的是 负零点一 那这边就出现问题了 也就是 原本五月份的月增率 已经是没有增加了 就是较四月份没有增加 就表示通膜压力 有在减缓中 所以大家可以开心一下 这一次原本预期呢 是稍微的增加零点一 因为本来是要稍微增加的 对 本来是要稍微增加零点一 那你变成没增加 大家也可以接受 可能变富的 也就有点怪怪了 是不是东西都开始变便宜了 好敏感喔 对 对 但是你要想一件事 我每一次东西为什么变便宜 打折 为什么要打折 卖不掉 需求变弱了 对 所以有这个风险出来 所以一开始 大家先庆祝一下 然后再仔细想想 好像有点不对劲 然后就开始出现了 高点的卖压出现 好 那我们再接下来看 好 那里面呢 我们看一下CPI的细项 因为其实组成CPI 有很多的内容 好 那这边是月增 这边是年增率 这边是月增率 那你把它往下看 其实这一次 CPI为什么在月增率 这边是负值 有两个最重要的 第一个是能源相关 第二个呢 是二手车 好 那能源相关呢 其实你可以看到 这边全是负的 包括什么 包括能源相关的商品 包括了油价 都是负的 那可是如果你只看 这个西德州原油的话 其实现在是年增 大概 大概是20% 那也叫上个月 是增加的 虽然为什么你是负的 这边就让大家 第一个有一个疑问了 为什么对 对 等一下问你 为什么要打折 那我们等一下跟大家讲 你要怎么去判断后续 好 第二个呢 是这个 你看二手车价 我相信如果最近在台湾 你要买二手车 你会发现什么 二手车的价格变便宜了 你要买新车 也变便宜了 也变好买了 对 那你看越增 越减1.5 还是觉得好像还好 你年减 跟去年同期比较是跌了10% 那就表示什么 大家在打折卖 那景气这么好 为什么车价变便宜 为什么要打那么多折啊 对 一定有原因 对不对 好 所以这是大家觉得 怪怪的 那你有时候怪怪的 你只是觉得心里怪怪的 对不对 那有时候什么 我先录在维安好了 我看到怪怪的 所以反正因为股票涨那么多 都涨那么久了 既然涨多了 我事实会了解 很奇怪 我现在怎么卖 应该怎么赚啊 对 所以其实并不奇怪 那只是这个会不会延续下去 对 好 那我们来看 这个是10年期公债的殖利率 那大家记得 殖利率往下就是 债券价格上涨 变贵 那昨天最低来到4.168% 有过前面的4.188% 就是债券价格有创高 好 那原因是什么呢 其实接下来 有几个重点是 如果你往下 当然是债券价格上涨 那可是呢 大家想说 最近债券价格已经涨那么多了 那有没有机会 有拉回可以买的机会 因为上次你来 是一模模一样样的问题 对 对不对 上次应该也是一个月前 对一个月前 还有弹上去 对啊 弹上去啊 对 而且这边其实技术面有点尴尬 你看哦 这技术面是 上一波的高点是4.479% 对 这边是4.49% 其实有过高 有过高呢 那这里是低点是4.188% 有破底 有破底 对啊 所以它有可能会上下少 好 那如果大家希望说 那有没有拉回 如果机会弹起来的话 可不可以 对 还有没有 弹起来的话 我们先跟大家讲答案 就是如果弹起来到哪边 你买比较安全 是 很简单 第一个 4.4% 就是弹回到大概这个区间 大概都不 就算是不贵 对 那如果可以弹更高 例如说4.6% 到这个 还有机会 4.6% 这个都要降息了 但有可能 有可能 为什么 因为最近拜登 怪怪的 然后呢 川普呢 其实他的 这个民调支出率越来越高 那所以呢 第一个 如果川普当选 有一件事很重要 没有错 大家要知道 对 如果川普当选的话 他其实现在的政策 例如说他想要减税 例如说想要 扩大一些支出 其实大家就觉得 美国财政赤字又会增加 那美国债务可能会增加 对 所以这个时候债券可能被卖掉 一个 第二个呢 是通膨可能会回来 对 那第四个呢 是其实你看 从今年大概是五月 四月多 四月底的4.739 对 到现在的4.1 4.2 其实债券也谈了一波了 也赚钱啦 对也赚钱啦 那你有没有可能 部分人开始获利了结 如果你不获利了结 会不会像去年年底 来到3.78 没多久又全部冲上 对 所以有一些获利了结 那获利了结 就会谈起来 所以我觉得 适度的谈到4.44 甚至接近4.5 其实并不意外 因为它会在这个区间少 少一下下 我认为是有机会的 那如果能够到4.6以上的话 会更便宜 到这个机会的话 可以投资 好了 那接下来这边就最重要了 大家觉得 这一次为什么 这个CPI下来了 那九月份降息 应该看起来是很稳定的 那为什么是没有 没有庆祝行情 其实是有的 庆祝行情一个小时 一个小时 对 因为昨天是八点半 公布美国就位数据的 那公布的时候 其实美国的 美股的期货 它其实是有冲高的 有创新高 然后其实它创新高之后 美股开盘 开心也要就下来了 所以庆祝一个小时 那目前我认为 有三种机会 是后续可能性最高的 第一个叫做 现在只是利多出境 短期修正 那第二个是 经济已经开始衰退了 准备要降息了 这时候呢 就会转折往下 那第三个呢 是其实什么 涨那么多了 大户想要什么 把筹码洗干净 那大户甩叫一下 那如果是这样的话 其实会是一个 拉回的买点 对 好 那怎么来看呢 很简单 因为现在呢 已经觉得九月的降息 基本上是没问题了 那纳达克今年以来 其实涨了已经接近30% 因为年初一万五 现在一万八 已经跌了一波 还在一万八 对 那所以呢 会不会有一些 获益了解卖呀 因为如果涨上来 不趁利多卖什么时候卖 对不对 好 所以呢 如果你只是抓利多出境的话 有件事最重要 就是今天开始止跌 不是 你这句话好 那个纳指 你最好今天开始止跌 对对对 我们要强迫它嘛 对 不然的话 如果今天不止跌 继续再跌一根 那下礼拜可能 大家又不太开心了 对不对 所以最好是 今天要开始止跌 好不好 我们指挥它 那目前看起来呢 就是什么 有可能是在修正当中 那修正完之后 应该会往上走 因为只是短线的修正 那呢 买在高点的人 目前先出厂 那如果你是属于 我修正完要来买的 就等短线的主底后再加码 我们等一下会配合技术面来看 那如果是 剧本二 剧本二就是比较不好啦 就我们刚刚说的 月增率 CPI月增率转付 那有可能是什么 有可能是物价已经太贵了 这个其实实有所闻 对 因为其实我们现况也会觉得 说股市很好 可是你看实体经济 是不是好像感觉不太好 两极化的感觉 对 没错 那所以呢 现在呢 因为很多东西已经涨价 贵到买不起 所以我们买比较便宜的 所以才会变成 便宜的东西卖得好 自然价格就会低下来 这两天台湾也涨中低价股 所以呢 大家开始买便宜的 台机店买不起啦 对 那判断的方式是什么呢 很简单 下个星期 7月16号公布美国零售销售 那这个数据 对 这个数据都不能差 不能差 对 因为上个月 它已经月减0.1了 已经不好了 已经不好 那你想一个很简单的 为什么这个零售销售会下滑 是 就是大家买不起了 对 那如果买不起了 就是什么 就是衰退的开始 因为东西变得太贵了 那就我开始买不起 消费开始下滑 所以接下来 不能够再呈现负值 如果再呈现负值 就真的很有可能是 不是我们已经习惯了通膨 也不是高低环境 而是 现在的东西 大家买不起 通膨升到一个地方后 它会折断变通缩 那是比较不好的概念 那所以呢 在这样的情况下 那可能多头就会转空了 那这边呢 你要留意的是 不要破5月31号的低点 我们给大家看一下 来 5月31号 那打个指数 5月31号就这里 还很远 还很远 那你才知道 你想一想 到今天真的涨很多啊 对啊 所以你会觉得 不过就是一个多月前啊 等一下 折到这边 应该它都下呆了吧 对 但是就算折到那边 今年还有涨了10% 对 所以其实你 就是涨多半就拉回 很简单嘛 你看哦 如果上半年 到这个高点好了 涨了三十几% 那今年才过一半 那如果下半年继续喷 那今年要翻倍吗 是 对 那你觉得有可能 那打个指数翻倍吗 不要被想象力 限制住你的获利 但有可能啊 只是目前看起来不像而已 对 所以 所以你会看到 这个低点不能破 为什么呢 其实概念上也很简单 你看哦 这个是蓝色的 是那打个指数的月均线 好那你看 它是不是几乎都沿着月均线走 对不对 破了月均线 修正一波 是 那呢 这边又重新延的月均线走 这边曾经也破一波 可是什么 破了之后拉回来 是 所以这个底就不能破 那如果呢 这边修正到一万八左右 手柱继续上 就表示它是修正 刚好是给 之前没上车的人 回头给你坐车 对 那可是如果就 修正完之后破位 甚至是跌报这边 其实我觉得跌到这边 都可以接受 是 对 因为表示它是一个 比较大的拉回而已 对 但如果这边再破位下去 那就表示它有可能 就是一个转折的发动点 而且可能是一个 景气的反战 对 没错 所以这边要特别留意 目前希望不要 对 目前希望不要 但是如果到了 其实你也不用太担心 是 为什么 因为它有可能修正幅度 比较大 那你就先获得了结 你可以等 更便宜的家会买啊 不是 那现在没有上车的朋友们 应该要稍微高兴一下了 对 但是手上有子弹 对 没错 那如果剧本山大户甩轿 拉回 现在是买点 那这边很重要 因为昨天其实 如果你说昨天道琼尾崩 那可能就真的很有危机 是 但是其实资金是在找防御型的大型低估的价值股 那这是什么 短期的资金移转的现象 那不是太坏的问题 那所以呢 因为 接下来就拉达克指数的 昨天 这边 这边很重要 就是连昨天的低点都不要破了 是 连昨天都不行 对 连昨天的低点都不要破 为什么 你可以整理 因为 这边整理把筹码整理干净 对不对 那呢 接下来续工不是很好吗 对 所以呢 这边的重点是连昨天的低点都不要破 那一样沿着月均线往上可以持续走多 那这样的概念呢 其实就是什么 甩完轿之后持续喷出 那这边就是一个拉回你事后看的买点 是 对 那所以大家其实不用太紧张 因为反正就这三个剧本 对 那你就知道接下来怎么走 那如果是债市的话呢 那工债可以怎么买 很简单 如果今天是这个股市值 利多出境的短期修正 那一样是慢慢买 因为缓降息的趋势不会变 但如果是经济要衰退的话呢 可能就会加速降息 那危机很大的话 你可以多买常债 那危机很小的话 就不用太担心 那记得避开低平价的公司在 那一样 如果是剧本三 只是甩跤 拉回买点 那其实应该还是会降息 一码或者降息到两码 十二月 所以呢 这时候一样缓降息为主 那你要求价差的话 那你再去找债市的常债去投资 还是可行的 因为我们知道现在 配置债券的人已经分两种了 一种就是固定股债有配置 我想这种就不用教他 他会自己找到一个好的点 去切入他要的债 但有些人就是抱着债 要等价差的 所以现在感觉上 是不是已经快等到 再抱一会儿 我觉得可以这么说 但是一样回到一个重点 你买常债一样 是先领到债息 那这个价差有出来的时候 你可以开心 但是你一开始就锁着 要赚大幅的价差 事实上是不是那么容易 还是不是那么容易 对不对 好 大家心里面要有一个底 是 这边非常谢谢大佛李清战 如果是景气的问题 那股市的修正 也许会比现在我们预期来得大 那当然还是希望 是一个短线上的甩轿 给大家一些上车的机会 至于布局债券的朋友 大佛今天还是把区间话给你 有点机会 债券的殖利率还是会往上跑 要掌握住 因为九月降息的机率 真的非常高了 好 广告回来 我们的外资捕手 九位王子布鲁要上场了 我们一直在问 外资到底对台积电 是什么样的想法 等一下外资报告列出来 告诉你 是真心还是假意呢 另外体感温度 其实今天不低 除了ABF载版 有从低档转强之外 等一下布鲁告诉你 还有哪一些中小型骨 也在转强中 好 不晓得各位观众朋友 今天的体感觉得如何呢 如果喜欢中小型骨的 可能觉得还好 但是比较追高买大型全职骨的 今天有一点毛毛的 那刚刚听完大佛的解说 我们先期待 不要是一个景气 真的转弱的状态 而是一个甩轿 还能在网上的话 外资的话 我们可能就要来读懂了 好 有请布鲁 你好几个礼拜没有来 事情又发生了一些变化 对不对 好 例如台积电 现在被美股已经列为 和七君子要列在一起了 叫做第八大 这种出现八以后 好像很奇怪 非常难取名字 今天又是大鸡 又是八 对 好 外资看起来对他很追捧 都出很多的报告 可是刚刚谷克大夫 看出来筹码了 对不对 一千块以上台积电 外资几乎天天卖 所以到底是真心要捧他吗 可能有一些外资客 不买单 不过没关系 我今天还是来陪大家看看 至少目前外资券商 他们的报告 是大概是怎么写 好 你从今年一月看到现在七月 真的 我第一次来 被征召来理财 就是要看这个外资的报告 在一月中的时候 因为他一月十八有法说 对 一路从那时候 好像五百多吧 你等一下看到现在都调到多少来 是 所以呢 哇 这个 我每次都很佩服小编的标题 外资抢败地基组 地基组 给机会 减便宜 再加上今天又是大基 列入八 你知不知道 台湾人最喜欢谐音梗 对 我其实也很喜欢谐音梗 连那种很多店家都是谐音梗 是 好 所以呢 我们看最近你看这个图 其实常看到没有 梗图 梗图 各种调高 野村大调30% 对 通常我们 我一路都在分享 如果目标价已经过了你原本的 这个大调 八成是被迫式的大调 被逼 对 如果今天还没过你图完来这个 那就叫真的看好 真爱 对 真爱 我觉得目前一路从五六百以来 都是被逼 被逼 被逼到今天应该都还在被逼 这段关系很不健康 对 所以一路呢 还是大家说 哇 跟美国相比 它还是不贵 是 然后最近就在讲涨价 最大的 最近整个题材都在讲涨价 那再加上AI的驱动 其实这些我觉得不是很新的新闻 所以呢 在看到这边就是大谋 他有讲到 目前最近的涨价 这个10%的涨价 是不是真的有可能 那这难道是对 这些所有的 台积电的客户都是这样 我NVIDIA已经到第二大 但最大还是苹果 最近苹果的题材 这个新闻越来越多 好 那我们就继续往下看细节 我们来看最新的一个台积电报告 是美银这礼拜出的 细节有想像什么新的东西吗 这个 2526年平均 3奈米5奈米金元元价格 平均上调5% 他其实用的字眼是 mid to high single digit 所以是这两年内 有机会上涨5到10% 所以最近为什么 因为这个涨价题来大家都在疯 各种数字上调 对 目标价上调 其实都是围绕在这个上涨 可是大家不知道到底会上涨多少 所以这就是我们等一下 把所有大家一定会关注的 对 再来呢 第三季的营收 成长10到13% 计对计 毛利率上升也是因为涨价的关系 是 再来呢 这次不会 美银觉得他们不会在这一次上调失本支出 他们觉得在下一次才会 对 因为这一次倒是蛮多人觉得有点太早了 不会现在讲 现在数字大家要调到哪里了 2024年 2025年 2026年 是40 50几 60几 是 之前应该是30几 40几 50几 没错 对吧 那现在我们有提到 我这边特别抓出来了一个 这是全市场的平均 就是全部外资的 平均版本 那是什么 也是今年的EPS到后面两年是40 50 60 好 全部都跳一阶 对 这个已经变平均值一阶 那八成就是因为他们在讲这个涨价 对 那你要涨多少 就是我们需要关注的 是 还有毛利率 也是因为之前是三奈米说今年会掉 是 可是掉幅度好像越来越小了 对 然后马上要开始往上了 所以你看其实不管是花旗小谋 就是各家的这个外资 讲法都差不太多 是 那我们到底七月十八关注什么 AI的展望 我觉得AI不只是NVIDIA AI 还包含Apple Intelligence Apple的AI 是 这个大家一定会特别关注 然后呢 二奈米的Ramp Up 二奈米要开始市场 他们的进度会不会比大家预期的 还早发生 这个大家会很关注 那再来就是资本支出计划 美银觉得不会 但是我们目前不知道 可能其他人觉得会 价格是要怎么调 5% 7%还是10% 这个会差很多 那这个时程 就是我们接下来7月18 应该比较会关注的 那我是听到一个比较有趣的说法 有些人在说 会不会今天台积电又出来说了一次 其他人不太好 但我们很好 再一次下修所有其他人这样 好 这也不是没可能 对因为其实我们看到消费型的这个 复苏的起步 还是远远的低于大家的预期 好这样也是一个很大的变数 还有就是大家都一直期待他涨价 感觉上现在采集被外资架着要涨价 对一直被架着 好这就是我每次来斗林 我其实来的时候 我才会特别去抓住这一张 所以我平常不会看 你看就吓一跳 我只记得上次我们在看这一栏的时候 对 都三位数的吗 我记得我们上次在找 有谁高于一千 对 今天是没有人低于一千 才过不到一季吧 应该两个月吧 我印象中 对可能一两个月 所有的外资平等 都是一千以上了 对 然后我们之前好像喜欢编 有人喊卖 没有了 没有人喊卖 零% 零%喊卖 有这个持有是3% 97%都是还蛮近 然后大部分都是一千以上的目标价 这就跟我们现在股市的气氛有点像 对 你都已经不敢讲说会跌了 再来就是我每次都应该到来的这个 层值排行 层值排行 层交重型股是不是有不一样 是 今天看起来乍看之下还蛮绿的 好 好像似乎蛮多东西跌了蛮多的 好你今天给的logo也不太一样 你放了板子 对 而且我每次我现在都不能放太多 放太多太乱了 看不懂 花花绿绿 我们先来看重点好了 重点大股在休息 跌的是指数 对 光是前面两个指数应该就占大部分了吧 对 那神山的法说下礼拜大家在观望 其实真的很重要 因为真的叫一帆两瞪眼 一帆两瞪眼 对 真的 可是呢 反观低基期跟中小型的业绩题材 其实还是很强劲 是 对 所以看到 我现在发现这个小朋友把我拿这个 6月14号讲万润 真的上去 不过像今天的万润就重挫 对 就是设备股有一点点受到到底有没有资本支出调整这件事的影响 我觉得重点是因为那个6月初的时候我们看到 层子旁新跑出来的是设备股 设备股 所以他们从6月跑了一段到7月 现在开始相对的比较 辛苦一些 有点辛苦一点 对 然后呢 这个今天是2358亿 占了其实只有前20% 所以相对没有这么热 好 因为可能也是中小型股的关系 对不对 成交值就不容易大 对 好 那我们再往下看 我今天特别画这个板子 我等一下会跟大家解释为什么要画这个板子 好 好 先看到风度图 好 如何 风度图就是我们散户体感 就是体感 因为大家常常在说 垃圾盘 垃圾盘 垃圾盘跌中小型 不开心 真的跌机 真的是垃圾的时候 大家也不开心 就像刚刚讲到的 长也担心 点也怕 那我们到底要怎么用客观的方向去看待 就是我带来这个 我们用贵买 好 MACD的这个方向 其实我的参考性其实很高 中间其实一度快不见了 对 中间一度快不见 可是你看 又救起来了 这边强风开始都吹起来的时候 到这边 开始这边转乱流 所以当转乱流的时候 我们就可以合理的期待 可能会出现一些震荡 一些波动 不代表你一定要怎么样 可是我们可以合理期待 这边出现这种震荡 其实不意外 因为其实早早在金流的部分 就已经透露了 那如果是更保守的人 更保险的人 你想要把贵买跟家权一起看 他们一起好的时候 再积极一点 但现在好像还算一起好 现在还算很快 我觉得其实你只要在这个 月线上 都代表你的钱都还没有跑掉 因为我们都会 很多人会以为市场 哪一天要反转 可是反转通常都不是一两天来的 它需要酝酿一段时间 大家要跑也没有这么快 你需要一些时间慢慢跑掉 每次以为要反转 就跌一两天 等到以为不反转 就跌可能很久 所以还是要有基准去参考 好那再来呢 我刚刚提到了 中小型股活蹦万跳 怎么看 最敏感的钱是什么 为什么我会提到最敏感的钱 刚刚提到台积电外资法 那叫最不敏感的钱 是 因为法然是开大船 邮轮的 他们要转向 需要时间没有这么快 可是中小型股比较是偏 内资啊 阻力这种 他们跑得很快的 那其实我们光看到这里 你看这个是营收 营收年增率很强的一些中小型股 好 这些这一周 反正就过去从六月到现在 到今天都还是活蹦乱跳 精彩科 今天还涨停百年 对 这边也是 就是这些你看 通常营收年增率代表 今年比去年好很多 营收年增率高 为什么我这个四项 特别把它抓出来 今天四个都有勾勾 就四项 为什么会特别看这个营收年增率 因为营收年增率不代表 它一定会涨 可是只要在资金还在的时候 他们就比较甘愿 比较愿意去拉抬这些股票 所以我们观察刚刚的风度图 再加上我们去看这些中小型股 如果他们还是活蹦乱跳 去看那种盘中路 有那种九十度角的 就代表其实资金 在现在还是相对的蛮积极 就不用过度去担心 所以我提到 这个金流的行为模式 最敏感的钱 如果行情要结束的前兆 都是最敏感的会先跑掉 所以今天刚刚提到的 这个层值排行 特别新跑出来 比较不一样的是PCB的载版 那我都是用我这个顺序 我每次用一样的顺序 所以哪天我不在 大家可以用 你不在什么意思 我不在了 我可能比较久才来的时候 大家也可以用这个 你没有上节目的时候 大家也可以用这个顺序 去选出这个方式 所以我们先看到PCB 那就看一下PCB 我层值 就是照层值排行的抓下来 层值排行抓下来的 这些就是相对最近 比较有金流 比较有人在关注 不是那种你买了不会动的 那相对 你可以去选 例如说营收年增比较高的 或者是预估EPS比较高的 或者是本益比 我觉得这个见仁见智 就选基准 那我抓出几档 我们看走开 其实欣欣好像有机会 要翻出第一根红的 景硕第一根 真顶已经跑一段了 那我们就照这一个方式去找 个股来看 好 我们先看星星好了 双A提起来最近最行 因为AI大家觉得 有点跑了有点久 所以你还要再加上个Apple Apple提起来 我最近相对比较低 大家比较愿意去找 所以四个点在这边 结果没有 结果没有 居然骗人 前面有四个 结果一进到股票没有 刚刚预告就让大家看到最后 不然一开始说没有 可能就转台了 对所以层值排行 这个有冲上来 营收年帧率是正的 是正的但没有到新高 可是它没有特别高 题材呢 这个双A绝对是国际型的题材 技术面 其实我觉得蛮符合的 我们看周K这边的话 它有往上翻 还没有 可是这个跟之前的万人长得有点像 好 六月初的时候 从快要不行了变成变好了 对 那大家就会想说最近是不是 A、B、F有什么新的东西 对啊 这两天很强叻 对吧 从紧缩就直接喷两根 好像说拿到什么 反正各种传言说拿到 GP200还是什么 跟辉达有一些合作 对对对 可是很多人就说不是 但我觉得很大一部分也是因为低机器 对啊 现在大家都喜欢找低机器 而且基本上有获利 不是没获利的功能 对 没错 那大家就来看 是不是有可能最坏也过 但我们其实看到最近的这个外资报告 他是说A、B、F展板 持续有压力 还不看好 所以对他有些外资来说 这个还他觉得最坏还没有过 好大摩还没有看好 对 可是还是有人说那如果是传这个打入下半年开始供货 并且他有Apple 哇新的晶片的载版 这个产量也比去年高很多 那我觉得问题就在这边 对我们散户来说 我们无法去确认这些事情 好 不过布鲁你在外资教育室待过吗 对 如果他的股价就已经在低位阶外资还不看好 是不是其实 是不是其实还是蛮看好的 对 其实他逆转的机会还是高的 对 所以我常常会想用这个 诚实冲上去代表 钱已经灌进来了 是 我们理解的好像目前这个是问号 对 可是有钱来了 那你要不要先信任钱再看看这个怎么走 毕竟对我们来说 这个是我们最无法准确的确认到的东西 下礼拜就出别的报告了 对有可能 所以光确认其他三点我觉得是 可以值得关注一下 是 好我们再看到下一个 哇这个 华通 双A加卫星 是 现在都一定要多一点提债 现在只有AI好像已经不够了 是 他营收没有创高呀 他股价创高了耶 对 对 我们先看这事情也是一样 好 陈芝有上来过 国际型题材 MACD 技术面有就OK 但是营收年增率没有特别高 可是他其实一直都是正 就是稳定在成长 是 那他不只有这个 我觉得 consumer就是消费性端 他从PC啊 这块其实都有达到 是 消费性端要开始成长 所以双A题材 再加上他这个卫星 从原本的5.6%的营收占比 有机会提升到17% 是 那所以我觉得对我们来说 我们只要知道题材 大家在买什么 大家在封什么 并且有金流进来 那我们就来看 这个符不符合我们喜欢的 Zoho MACD 它是第一根 是 那或许我们就可以在它 拉回的时候 早点介入 那其实我每次来分享都是 一模一样的东西 是 所以我比较少来的时候 大家也可以用同个方式 自己去找到这个模式 好 不过不如刚刚也讲到 今年可能用各种指标 都很容易是卖飞的状态 所以像今天看起来 有一点乱流 你自己还是会倾向 参考了这些指标之后 觉得是一个短期现象吗 还没有到 例如说要转空 或是趋势改变的状态 对 我觉得用我分享的基准 基本上我还不会太过于担心 因为毕竟自己的感觉 真的很不准 每次觉得怎么样 都不准 那我还不如就相信 这些客观的基准条件来判断 是 好 这边非常谢谢 外资补手不如 好 不如提醒大家 虽然现在的外资 没有任何一家 敢把台积电评价为卖出 没有任何一家 可是一切还是要等到 7月18号的法说会 到底对今年和明年的获利展望 现在反而是外资圈 最关心的一件事情 设备股这两天的回档 事实上也是有一点小担心 所以下个礼拜的法说会 一定要用力的听起来 但是散户的体感温度 现在倒不是太低 如果从最敏感的钱来看 并没有离开市场 所以现在不用太过担心 顺势而为 像最近的载版 就有从底部起来的一些现象 好 下一段节目 依旧非常精彩了 我们的中大胆要来了 他要告诉大家 现在集团股的力量大 下个礼拜 是不是有机会再看到高点呢 另外最近 什么CPU设备股下跌 没关系 风火轮帮您做体检 现行到底有没有坏掉呢 下个礼拜 下个礼拜 下个礼拜